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证别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珍迪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你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静向》、《沙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这次我们就讲讲 抉择,如何抉择呢? 大家知道在加拿大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 它是印度裔的实力很强 甚至少到老多都穿了印度衣服 捧捧印度裔的人士 但是现在印度的学生很多也令他很烦 不是歧视,就是他觉得 怎么办呢?有这么多人申请在阿沙兰斯卡 也有这么多人留学 也有人在等封业卡 这次印度人也有很大的权力 应该这么说 原来加拿大的反对党、保守党的领导人 郑敬基的老闆 可以这么说吗? 博丽智 他又是叫一位相当重要的人 就是祖面诚 祖面诚 就是新民主党的党魁 他就叫祖面诚 喂,这个也是诚哥 不如这样吧 因为他们是声的 其实很多叫阿诚 或者叫阿诚 就说这样吧 阿诚哥 现在加拿大那么麻烦 不如这样吧 你跟我们这边吧 不如你赌歌吧 但是行不行 现在反对党呢 当然很多加拿大网友都说 这次反对党、保守党肯定赢的 如果是提前大选的话 看看赢多少 不如今 不如今 如果他拖到明年就很难说 拖到明年就很难说 原来博丽智公开喊话要求 加拿大要在今年秋天大选 比预期足足提前一年 你也傻的 这个杜鲁多肯定不肯 这次打击的目标 不是自由党 而是 加拿大议会第三大党新民主党 博丽智就说 诚哥左面诚 麻烦你 麻烦你 放弃杜鲁多 好吗 众所周知 加拿大总理小杜鲁多 可以这么说 你说他是挽脚政府什么都好 也就是 自由党在上次大选当中 没有赢得过半数的选票 甚至 不是赢得加拿大议会 席位最多的政党 但是 自由党和新民主党 是达成了业维 两个党在议会的议席合计 是超过过半 所以 就打败了 获得席位最多的保守党 组成联合政府 虽然他不是赢得最多的 但是他两个意识形态相近 说真的 其实全世界最特别是德国 左中右都有 但是很难搞 反而自由党和新民主党 他们很多东西比较相似 比较容易搞 当然 新民主党 我觉得更加是左一点 现在基于这个事实 其实 加拿大保守党党会 博丽智也说 我现在写了封信 给新民主党党会 总变成 希望 新民主党 可以退出 与自由党的协议 以便 提前大选 叫他 赌歌 反骨 那在法律上呢 你说 我想问 有什么 跳槽 这些 有没有 法律上的限制 议员 在法律意义上 只要新民主党接受 是 保守党的建议 解除和自由党的合作关系 保守党就可以提出 不信任 是不信任案去解散 是议会的 然后 提前 举行大选 这次新民主党 又成为了关键的 第3名 第1第2名 当然 你记住 早面成都叫阿星 其实现在 加拿大的 石黑教徒 真的相当有实力 现在这位印度人 就是左右着杜鲁多的命运 甚至 现在 在保守党表位 不如这样吧 我答应这些 如果我执政 我答应这些 是很难的 你想想你的意识形态 跟新民主党差太远 这个保守党 移民政策那些 有没有答应 当然不可以 保守党 很难 移民政策 我觉得也没什么 没什么重要 因为现在自由党 走得很跟随右边 即是是cut移民 原来 保守党党会博例子 在公开信当中 亦说加拿大人 没办法再忍受 自由党和新民主党的联盟 他呼唤左面成 在九月下 九月下议院的 服会时 和保守党合作 对政府投不信任票 从而 令大选提前 博例子 亦是 情深喊话 在加拿大 犯罪率上升 生活成本增加 住房危机严重 而杜鲁多政府 表现得很无能 所以 是保守党 和新民主党 应该立即 现在 也有些道德绑架 为什么呢 要立即做事 做事 做什么 就是要把自由党赶下台 赶下台 就是新民主党最关键 因为他如果真的 要和保守党合作 就有机会 决定杜鲁多 不过 他的支持者 其实 左翼也不少 他肯不肯 与右翼合作 还有 我们也问过前主持人 家产生 他说 应该不会合作 最快要 要下年 的 财政预算案 才搞 因为 他还有很多 说真的 你和他合作 互相似得很迫 还有 如果和他合作 会不会是你的基本判流失 你和这么幼人合作 你的基本判流失 当然 这位阿星 即是左面诚 暂时好像没有什么反应 我看到暂时没有反应 当然 左面诚 你再 不够加拿大 是不行的 即是他说 你等于够加拿大 倒得绑架 左面诚 和新民主党 对提前大选的建议 没有拒绝 亦没有同意 当然这些是最聪明的 是吧 你以后看看杜鲁多怎么追求你 是吧 事实上 新民主党和保守党的立场 是完全不同的 和自由党 仍是有部份默契 但是在选举利益前面 最重要是选举 但是你不要忘记 如果 这样说选举利益 但大家基本判差很远 差很远 就等于是德国的另类选择党 有些人不喜欢你和另类选择党合作 所以他就执不了席 是吧 那么 新民主党要衡量 是前大选会对自己有没有来 至于博麗志和左面诚之间 经常是互相打嘴炮 当你博麗志在移民问题上 你说 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 虽然经常打嘴炮 只有值永远的利益 现在就看你的利益 到不到那一点 可以结盟 没错 博麗志其实 其实在移民问题上 批评到老多政府 引入移民的数量已经超过加拿大吸收的能力 并且承诺如果保守当执政 将会根据住房就业 和医疗保健数据重新设定移民目标 博麗志 未具体说 究竟怎样统计和怎样设定 即你的methodology是什么 他亦表示 会确定人口增长率低于 就业 住房和医疗保险的增长率 博麗志亦呼吁 你响应我 这样提前大选 大家有得吃 有得选 而杜鲁多的回应就是 我将会 将精力 提高政府在加拿大人心目中的地位 因为他都知道跌到谷底 不理杜鲁多能否保住自己的总理位置 至少杜鲁多 在印度人的地位当中可能是大事 因为 2014年 8月最后一个星期 加拿大移民部 总理也有一系列 是 留学 移民新政 以及印度人 很介怀的事情 移民究竟会怎样 以及那些是 阿萨兰斯奇会怎样 但是 这件事不错 他认为唐人报纸分析得不错 总面成是什么人 总面成是石赫人 是 你和宪兰斯奇会不同 没理由当地报章不知道 有些华人媒体可能将他们归在一起 但是 这个 杜鲁多对于石赫人是非常敬重的 你不要忘记 当然 有些留学生的石赫人 那些是没有票 当然 杜鲁多可以这样说 我为了石赫人 我顶了印度总理一板 你说我不帮石赫人 其实 在加拿大 是石赫人的实力很强 甚至有很多人 是卡里斯坦独立分子 有实力的 很多是印度分子 要从印度独立出来 是卡里斯坦独立分子 当然 其实他马着 包括 总面成 也是 他就说 是不反对 反正 这个都是精仔 总面成 你看回 如果石赫人 那么有实力 杜鲁多 当然得罪那么多印度人 也不是好事 除了石赫人之外 还有一些 印度教徒 也很有实力 在加拿大 但是 如果你说是总面成 其实这些石赫人 是分得很小的 你知道他们 你跟他们就知道 如果你认识那些朋友 就知道 其实 石赫人 就算印度 都是来自印度 石赫人多数都是跟石赫人玩的 你有发觉吗 他有些 亦都跟亦都玩的 当然 很简单 石哥 你帮我看着印度人 我们也要选 很简单 跟阿鲁一样 如果 特朗普上台 移民就没得搞了 等于在美国那边 世语是人事 现在我对你严格一点也好 你让我上台先 但是如果 他上台 不是严格 立刻赶你走 你自己选 两害取其轻 你选一个 没有那么不欢迎移民的 还是选一个 完全 是不接受移民的 你自己选 那当然 有些人说 不是呀 博麗志 不是呀 他都是看别人收 有异的东西 你信不信得过 是吧 当然加拿大人 现在不需要那么多移民 这个已经是民意 看看他如何拆 我相信他也是 出狠手 你要找一个狠手 还是很狠手的呢 自己想 其实左面城 应该不会和博麗志合作 我觉得就是这样 看看杜鲁多日前 亦是一系列的移民政策 事实上 我没想到他们 连官方的 YouTube 也有说 印度 也有说过印度很多 Refugee 很多 这个asadam secret 一般来说 很少提 他真的要说出来 这个也挺大胆 哈哈 亦都说到印度学生 对于全球学位的 渴望增长 海外教育承诺 就要有的 不过很简单 他就说 你刚才说 你是来读书 我不是叫你打工 是不是 还有之前 你知道 之前 不是有人 肥佬了 还出来示威 故意肥佬他 这些你觉得 这些都说不通 加拿大人很喜欢吗 所以 你说得罪印度人 你不要忘记 得罪这些是否选票 当然 他们也帮些乡里 不奇怪 但是 一提到选票的时候 左面诚也要考虑 是吗 都是两害取其轻 你一个 是 是阻止移民 当然杜鲁多 一个是 非常硬手 你选一个 硬手还是非常硬手 是吗 两害取其轻 当然杜鲁多现在的政策 和右翼是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 始终 他也是 某些点 这个是左面诚 是 跟他合作的时候 反而可以令杜鲁多有些政策 不能动 当然 左面诚和博麗智合作 但是 左面诚的基本判是否很强 对吗 就等于 为什么 很多政党 像德国 说得德国 令对选择 没有人敢跟他合作 因为主流西梅 抢衰了 他也害怕 他也担心自己的基本判是否 令对选择 在德国东部 有一个基本判是否更大 但是他没有办法在全国执政 是吗 当然 新民主党没有办法在全国执政 是没有那么容易 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他就是关键第三方 是吗 当然印度学生对于这些新政策 当然是不满 他们认为这些变动会严重 影响加拿大的学习和工作机会 这个也是 但是没有办法 工作的话 都是那句 你是学生学生就学习 他一句话就可以了 你学习的 你学习 是吗 而且你刚才也说了 现在加拿大主流民意 都是觉得太多了 不可以再收下去了 不可以这么宽 不要这么宽松 没错 现在从一开始 保守党 已经说是自由党 和新民主党 当然是之前罵的 政治一天都严长 一天都严长 当然他以前也罵过左面城 始终大家政治意识形态七下缘 所以 德国 的这个结合其实是很难的 你看他做到什么 什么 他们很搞笑 他们不是反对党互相制装 德国政府是党内互相制装 你可以说 这就是什么 这样可以互相制装 党内互相制装 什么都做不了 什么都做不了 其他互相制装 是对面反对党和你制装 现在他 是自己政府内部制装 明白吗 其实 左面城曾经也指责过 这个博利子曾经也指责过左面城 他就说你这样不行 你这样会令加拿大崩塌 之前说得很大 是吗 看回保守党 当然民调当中佔优势 这个就是事实 但是 我始终觉得杜鲁多仍是有时间 只要他 撑得住这一板 就是左面城 是阿诚哥 撑得住这一板 他用一年时间 会做到政绩出来 我相信是可以的 我相信是可以的 你说是否可以再次执政 我不知道 但是 你说会像现在的这个态势 可能也不会的 因为一年之后 什么钢筋 通胀跌 如果现在 开始硬手去减移民的话 一年之后 怎样都会看到一些效应 数字他可以弄出来 是吗 是吗 一定可以 因为他不收 已经堵截了很多 是吗 他不收已经堵截了很多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